在这次总会大会来到台上演讲的人 感受到灵的力量 天父了解 为了让我们在今生受验证的时期 获得所期望的进步 我们需要面临艰难的挑战 其中有些挑战几乎会让我们感到难以承担 然而天父提供了各种工具 帮助我们在今生受验证的时期能够得胜 其中一项工具就是经文 从古至今天父都透过圣灵的指引 给予精选的男女灵感启发 使他们能找到方法 解决人生中最为费解的难题 他启发那些蒙德授权的仆人 让他们记下解决难题的方法 当作赐给他中性儿女的指导手册 这些儿女对他的幸福计划 及他的爱子耶稣基督有信心 透过我们称之为标准经典的宝库 也就是新旧约圣经 摩尔门经 教义和圣约 以及无价珍珠 我们随时可以获得天父的指引 经文是透过圣灵的灵感沟通而写下的 因此都是纯正的真理 记录经文的人都是借着圣灵这项工具 而获得鼓舞及启发 既然如此 我们就无需担心标准经典中 所记写的概念是否正确 经文如围光般 照亮启迪我们的心智 使我们准备好接受来自高天的指引及灵感 经文就像一把钥匙 能够开启我们与天父和他的爱子 耶稣基督之间的沟通管道 我们如果正确引用经文 所说的话就能具有力量和权柄 经文能成为不受时空限制的忠实义友 当我们有需要时 经文总是能够提供各种的协助 运用经文能够奠定真理的根基 并且会在圣灵的引导下发挥力量 学习 沉思 查考 及守备经文 就像是在档案柜里 充满许多的朋友 价值观 和真理 让我们不论身在何处 都可以随时请义 和加以取用 守备经文能带来伟大的力量 记住一节经文 就是结交一位新朋友 这就像是新认识 这就像是新认识一个人 而这个人 会在我们需要的时候提供协助 给予灵感和慰藉 鼓励鼓舞我们 做必要的改变 取例来说 熟记以下的诗篇章节 已成为带给我力量 和理解力的一股来源 地和其中所充满的 世界和住在其间的 都属耶和华 他把地建立在海上 安定在大水之上 谁能登耶和华的山 谁能站在他的圣所 就是守洁心轻 不像虚妄 岂是不怀诡诈的人 他必蒙耶和华赐福 又蒙他的神 使他诚意 又蒙他的神 使他诚意 沉思这一类的经文 会使我们的生活 得到重要的指引 经文会形成一股 稳固的支持力量 也会成为许许多多 乐于相助 且确实能够帮助 我们的朋友 因为一节熟记在心的经文 就像是一位 能够长相左右的朋友 其力量 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 而减弱 沉思经文章节 是获得启示的重要关键 能使人获得圣灵的指引和灵感 经文可以使 焦虑不安的灵魂 获得平静 带来平安和希望 使人重新相信 自己有能力 克服生活中的种种挑战 若怀着对救主的信心 这经文便具有强大的力量 能帮助我们 克服情绪上的挑战 此外 经文的力量也能够在 加速身体上的医治 经文会根据我们的需求 在生命的不同时刻 传达不同的意义 当我们的生活中 面临新的挑战时 某一节可能已经读过的经文 多次的经文 或许会带来崭新 唯妙的含义 让人觉得别具意义 深受启发 你个人如何使用经文 你是否会在经文上画记 你是否会在 页边空白的地方 写下注记 好使自己记住某个 获得灵性指引的时刻 或记得某个 让你获得深刻教训的经验 你是否使用 全部的标准经典 包括旧约在内 我在旧约的篇章中 发掘到许多宝贵的真理 这些真理成为 我生命的重要根基 为我提供生活的指引 并且成为我与他人 分享福音信息时的 一项资源 我因此喜爱旧约 在旧约的篇章中 处处可以找到 珍贵的真理宝藏 例如 撒姆尔说 耶和华喜悦凡记和平安记 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 听命胜于献祭 顺从胜于供养的知由 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不可以靠自己的聪明 在一切所行的事上 都要认定他 他必指引你的路 不要自以为有智慧 要敬畏耶和华 远离恶世 我儿 你不可看清耶和华的管教 也不可厌烦他的责备 因为耶和华所爱的 他必责备 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 得智慧 得聪明的人 这人变为有福 新约也是宝贵真理的一项来源 耶稣对他说 你要尽心尽信 尽意爱主你的神 这是诫命中的第一 且是最大的 其次也相仿 就是要爱人如己 这两条诫命 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 主又说 西门西门 撒旦想要得着你们 好像闪门上晒麦子一样 但我已经为你祈求 叫你不至于失了信心 你回头以后 要兼顾你的弟兄 彼得说 主啊 我就是同您下奸 同您受死 也是甘心 耶稣说 彼得 我告诉你 今日鸡还没有叫 你要三次说不认得我 有一个使女看见彼得 坐在火光里 就定睛看他说 这个人素来也是同那人一伙的 彼得却不承认说 女子 我不认得他 过了不多的时候 又有一个人看见他说 你也是他们一党的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是 约过了一小时 又有一个人 激励地说 他实在是同那人一伙的 因为他也是加利利人 彼得说 你这个人 我不晓得 你说的是什么 正说话之间 鸡就叫了 主转过来 看彼得 彼得便想起 主对他所说的话 今日鸡叫已先 你要三次不认我 他就出去痛哭 我为彼得感到心痛 以下这节 教义和圣约中的经文 为我的生活 带来了丰盛的祝福 不要寻求宣讲我的话 先要寻求获得我的话 然后 你的舌头必被松开 那时 如果你的渴望 如果你渴望 你就会得到我的灵 和我的话 是的 即神的能力 以劝服世人 就我看来 摩尔门经 极为清楚且有力地 教导真理 例如 现在我希望你们要谦卑 要顺从和温和 以于接受请求 充满耐心与长久忍耐 凡事节制 无论何时 都努力遵守神的诫命 祈求你们属灵与属世 所需的一切 为你们所获得的一切 常常答谢神 你们一定要有信心 希望仁爱 这样你们必能多行善事 还有另一段章节 仁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 不嫉妒 不张狂 不求自己的益处 不亦被激怒 不动恶念 不在罪恶中快乐 只在真理中快乐 凡事包容 凡事相信 凡事盼望 凡事忍耐 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 你们若没有仁爱 就算不得什么 因为仁爱永不止息 因此要固守着仁爱 那是一切事物中最伟大的 因为一切事物终必止息 然而仁爱是基督纯正的爱 这种爱永远持守 凡在末日被断定有人爱的 祂的景况一定很好 所以我心爱的弟兄们 要全心全力向父祈求 好使你们满怀父赐给 祂儿子耶稣基督的 真正信徒的这种爱 使你们得以成为神的儿子 使我们在祂显现时 像祂一样 因为我们必得见祂的真体 使我们怀有这个希望 使我们被洁净地 像祂一样纯洁 我心爱的妻子金尼 非常喜欢摩尔门金 她在青少年时期 摩尔门金就已成为 她生命的根基 吉尼在美国西北部担任 全部时间传教士时 她的见证和教导 都源自于摩尔门金 我们在阿根廷哥多华的 传道地区服务时 她极力鼓励大家 在传道工作中 使用摩尔门金 吉尼在她年轻的时候 就确知 持之以恒 阅读摩尔门金的人 会蒙祝福 他们更将充满主的灵 有更大的决心 遵守祂的诫命 并且对神子的神性 有更坚强的见证 不知道有多少年 在岁末将至的时候 我都会看到她安静地坐着 在年底前 再次把整部摩尔门金 仔细读过一遍 在1991年的时候 我想要送给家人 一项特别的圣诞礼物 后来我完成了这项心愿 我在自己的日记里写着 现在是1991年 是2月18日星期三 中午12点38分 我刚刚完成要送给家人 整本摩尔门金的录音 这个经验增强了 我对这项神圣事工的见证 使我更加渴望去熟悉 这部经文的篇章 从其中汲取真理 并且在为主服务时 加以应用 我爱这部经文 我全新的见证 摩尔门金是真实的 它是为了造福以色列的家族 以及散去世界各地的 以色列人而准备的 凡是 凡是愿意谦卑地 研读其中信息的人 只要怀着信心 相信耶稣基督 并会知道这部经文的真实性 并从中获得宝藏 引导他们在今生获得更多的幸福 平安和成就 我以最庄严神圣的心情见证 这部经文是真实的 研读经文会带来许多祝福 愿我们每个人都能获得这些祝福 奉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